0403华林大地震 惊险瞬间画面也接连曝光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地震发生当时雨辆轿车行经台发现 目睹了山崩瞬间 眼前雨辆吉普车还有机车 惨遭落实掩埋 吉普车的驾驶因此罹难 而另外在九驱洞附近 也有两段相当惊险的 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也曝光 可说是生死一瞬间 地震警报声大作 驾驶减速停在隧道内 下一秒瞬间山崩 还发现山壁崩塌 眼界石块像是炮弹一样 四处喷飞 更惊悚的是 眼前吉普车和机车 来不及开进明隧道 吉普车内驾驶当场被落实击中 不幸罹难 骑士也因此骨折受伤 至今余悸犹存 同样恐怖的还有这一瞬间 落实像瀑布一样倾斜而下 驾驶赶紧倒车躲藏 但落实仍然无情 砸裂挡风玻璃 驾驶就在九区洞西口方向 一阵天摇地动后 这名驾驶紧急到退逃过一截 而同样触目惊心的 还有这一幕 不是吧 大大小小磕碎石到处弹射 挡风玻璃瞬间被砸毁 完了 我拿救援了 喊说要救援 因为明隧道前后两端 全都有落实摊方 行车记录器最后全部变成一片黑 A地点同样是在九区洞附近 大地站 对 我要赶快先躲到这个 原本驾驶先被落实砸中车顶 赶紧冲进明隧道 惊魂未定中又开始惊剑 大片落实摊房 哦 差点GG 宛如电影在那片情节真实上演 树枝和石头疯狂掉落乱飞 烟尘铺天盖地而来 而这死里逃生了种种瞬间 随着画面一一曝光 不少民众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惊恐 记者综合报道